站在镜头前微笑点下按钮倒数321 一张照片就可立刻分析个性及运势 运用传统算命学的元素 从眼睛间距鼻子大小眉毛浓淡等做判断 最后AI淘淘喜还会将你的颜值评分 它就是有分五种类型的人就是金木水火土 对然后它分别就是它这样分别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组合 对然后它就是它这个金木水火土 它是根据你的脸型做判断 另外这台主打未来工厂运用的微软Holo Lens 混合实镜头戴显示器 工厂人员只要戴上去 所看到的景象就能远端回送中央控制中心 那可能现场工程师可能他在维修 也维修了一阵子之后 他发现他没办法解决问题 他需要其他人的协助 那刚好那个人今天不在现场 那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的Holo Lens 结合到我们微软的Teams 去做一个远端的视讯的协助 台湾微软总经理孙基康指出 微软已完成年初的AI100 也就是100个AI解决方案承诺 并决定将数量提升至无限大 重新命名为AIInfinity 跟今天短短的6个月已经超过100了 那其实部长一直挑战 我们说应该要往更高 更高的数字去函贝 那我们说这样子吧 我们不要再算了 因为其实每天在增加 我们直接叫AIInfinity 随着AI快速发展 台湾微软与多个企业伙伴合作下 在智慧生活 智慧制造 及智慧医疗 都有了长足进展 期盼持续建构AI生态圈 加速台湾产业创新 并开发型商机 中央网播电台记者 郑祥云、杨文君 在台北的采访报导